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相信奉献这个词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已经很熟悉了 也许你会说我已经奉献了 但是当我越多的思想这个主题 我发现有许多的人已经误解了奉献真实的意义 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救恩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了解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曾经是罪人被罪和死亡的律所束缚 我们没有神没有希望也没有永生 然而神在他奇妙的爱中把他独生的爱子拆遣下来 在这个世界寻找和拯救我们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 他不仅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 他也把我们里面的老亚当带着和他自己一起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收到的救恩不仅仅是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 它同时也解决了罪的权势的问题 罪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了权柄 因此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胜过罪的权势 更近一步因着神的怜悯 他呼召我们在罗马书 根据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节 在那节圣经中说 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因此我们可以说 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已经完全全备了 他不仅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中拯救出来 他还做了一切的准备把我们拯救到极致 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儿子的样子 并且宣告我们可以和基督一同做后事 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 所以当我们默想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浩瀚的救恩 我们的心不免被神百般的恩赐所感动 在这个时候罗马书第十二章就来到我们的眼前 我想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这节说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属灵生活真正开始的地方 这是属灵生活真正开始的地方 严格地来说 我们在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并没有开始我们属灵的生活 除非我们真正把自己献给神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真正开始过这个属灵的生活 所以说的直白一些 奉献是属灵生活的门 根据神的话 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 我们是被他的重价买赎回来的 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 是神的仇敌 撒旦的奴仆 我们被捆绑 但是感谢神 主来了 释放了我们 为了救我们 祂付上了极重的代价 就是把祂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 从前我们属于撒旦 他完全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并且指引他 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在我们里面没有希望 现在我们被主释放了 但是我们被主释放了并不意味着说 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我想说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或迟或早 通常是比较早 我们就会回到撒旦的权势下 这是为什么 当主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来的时候 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的时候 他把我们拯救 拯救到神面前 这样我们可以在另外的一个束缚下 这是完全满了爱 满了恩赐和荣耀 事实上 借着祂的生命 祂将我们与父结合 现在我们被神的怜悲感动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祂呢 我们是否接受了祂的救恩 然后继续过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若是这样做的话 我们会继续回到恶者的手下 我们会再次回到罪和死亡的捆绑中 但我们感谢主 祂买我们归祂自己 当然从法律上来讲 祂以极大的代价买了我们 这样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是归祂的 然而祂并不想在法律的层面上来对待我们 祂释放了我们 这样我们可以走我们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话 然而如果我们被神的爱所约束 我们就自愿回到祂的面前 告诉祂说 我们愿意做你爱的奴隶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以色列人中 当一个希伯来人 通常他是一个穷人 或者负债累累的人 但他把自己卖给了另外一个希伯来人 这个被卖掉的希伯来人 就会服侍这个主人六年 到第七年的时候 这个仆人就可以被释放了 他就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今后的路 然而如果这个人爱他的主人 和他的家人的话 他就会回到他主人面前说 我不想自由地出去 我想要永远地服侍你 然后这个仆人就会被带到主人的家门口 然后在他的耳朵上刺一下 这个举动表明 从这一刻开始 这个仆人从此以后就是主人的奴仆了 你可以在生命纪第15章中找到一个故事 从此以后这个仆人对主人的侍奉 是出于他的爱 而不是出于合法的法律 顺便说一句 耳朵的穿孔表明了 一个神的仆人能够听见神对他说的话 是多么的重要 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12章的经文 我们首先要做的 若我们被神的爱所约束的话 那我们对神的怜悯最初的反应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 为什么我们献上的是身体 而不是灵魂呢 因为我们活着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自己 所以人的身体象征着他整个的人 如果我们继续看这节圣经的话 接下来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他是活祭 根据旧约在祭坛上线上的祭物都是死的 祭祀会把祭物切成块 然后在祭坛上充分地燃烧 然而在新约的时代 根据罗马书第十二章 这个献祭和献给神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不同于以色列的时代 今天我们所说的献祭 不仅仅是献上我们所有的 也是献上我们的所事 换句话说 我们献上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金钱 我们所拥有的物质 而且包括了我们的时间 甚至是我们的生活 因此我们的整个人 已经被神借着耶稣基督买赎回来 我们就想把我们自己 整个的献给他 所以这里面的第二个点是说 我们应当把自己整个的献给神 让他拥有我们整个人 然后第三点 更进一步来说 奉献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意义 就是意味着我们向着神 要放弃我们的权利 当我们将自己献给神 作为祭物 我们应当每天按照他的旨意而活 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生活的主宰权交给神 他是我们新的生命的主管 once a servant of God asked F.B. Meyer 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 问迈尔蒂兄 Have you consecrated your life to Christ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 He said Yes, of course 迈尔蒂兄说 是,我已经奉献了 I have already done that 我已经奉献了我自己 But the brothers said Your consecration of your entire life to Christ is too general 但是这位神的仆人 对玛尔蒂兄说 你把你整个的生命奉献给神 太笼统了 You must go to the Lord Count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and then turn it over to him 这位弟兄说 你应当来到神的面前 数损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把每一件事情都奉献给主 And F.B. Meyer said Okay, I would do that 迈尔蒂兄说 好的,我会这样做 He went to the Lord in prayer And gave up everything in his life One by one to the Lord Except there's one thing That he could not yield up And held back from the Lord 于是玛尔蒂兄在祷告中 来到神的面前 将他生命中的事情 一件一件的数算出来 交在神的手上 除了一件小小的事情 他仍然希望掌握在自己手里 This was when the Lord God has come to Meyer And asked him for the keys to the door Just at this time 神来到迈尔蒂兄的生命中 要求他把他生命的钥匙交给他 And M.P. Meyer gave him all the keys Except that one small room The key that he held back M.E.R.弟兄交出了所有的钥匙 除了一把小小的钥匙 他需要留在自己手里 The Lord shook his head and said No 主摇摇头说 不 F.P. Meyer tried to bargain with the Lord by promising the Lord that he would do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aving the right to hold on to that one small key M.E.R.弟兄就开始与神讨价还价 他承诺神说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是为着换取 他能够拿着那把小小的钥匙 在自己手上 But the Lord kept saying No 但是主继续说 不行 And then come forward from God What the famous verse that he said He said If I am not Lord of all I am not Lord at all 然后从主那里就说了这句著名的话 如果我不是一切的主 那我就根本不是主 And with the Lord turned and began to walk away 然后主就转身离开了 In that desperate moment F.P. Meyer cried out in his prayer which this prayer become a very famous statement in the man question 然后M.E.R.弟兄开始在祷告中绝望的呼求 他这个呼求是同样的有名 How did F.P. Meyer pray? M.E.R.弟兄是如何呼求的呢? Lord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他说主啊 求你让我愿意 The Lord graciously returned To him And Took from his young servant All the keys in that bundle 主有恩典地回来了 从他年轻的仆人手中 拿走了所有的钥匙 Including That key to that small room 也包含了那个小房间小小的钥匙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at F.P. Meyer began spending the necessary time To clear every room That is in his life That he over-upped to the Lord M.E.R.弟兄开始花时间 K.E.R.弟兄开始花时间 K.E.R.弟兄清理他所奉献给主的所有房间 To often we thought of consecration Is that of our service to God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 奉献就是我们在服侍神 And of course it includes that In the meaning of consecration 当然这也是包含在奉献的意义当中 But the basic meaning Of consecration Is a giving up Of our right to God Danshi 奉献最根本的含义 Is指我们向着神 放弃我们的权利 We are willingly Allowing God To take control Of our lives Women自愿地 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 And this will make our life on earth Wonderful Glorious And enabling him By his spirit To transform us And conform us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这会让我们的生活 Bean得奇妙而美好 它能够让神 通过他的灵 来掌控我们 能够让我们符合 他爱子的形象 This is what consecration In reality is 这是奉献实际的意义 Number four 第四点 Furthermore Let us realize That consecration Is not a one-time event 让我们意识到 奉献并不是一次性的 When a person is constrained By the mercies of God And present his body To him as a sacrifice 当一个人 Bei神的恩慈所约束 将他自己的身体 献上给神作为活祭 That one act Does not constitute The meaning And the fulfillment Of consecration 这一个单单的行为 并不构成 有意义和完全的奉献 Not so For as we look into The issues of consecration More carefully We notice that Romans 12 Calls the body Presented on the order As a living sacrifice 当我们更仔细地 看待奉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 Romans 12 是让我们把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 And this indicates The true consecration Is a lifelong commitment 这表明 真正的奉献 是终生的奉献 It is also A lifelong experience 它是一个终生的经历 To put it in another way The presenting of our body To God Can be likened The doorway Through which we enter 换句话说 我们将身体献给神 就好像进入了一个门 And because we Our consecration Is defined in God's words As a living sacrifice 因为奉献 在神的话语中的定义 是一个活的奉献 We are daily Even hourly To present ourselves to God Continually On an ongoing Lifelong experience Of consecration 所以我们每天 甚至是每个小时 都不断地 将自己献给神 成为一生 持续的奉献的一种经历 No.5 第五点 Romans 12 Tells us that The sacrifice Or consecration of ourselves Is holy 罗马书第十二章 告诉我们 我们奉献自己 是圣洁的 This simply means That we are to be separated Or set apart To God 这意味着 我们应该分别出来 归给神 In presenting 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We are to separate From the business Or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將我们的身体 作为国际 限上的时候 意味着我们是分别开的 与这个世界 所分别开的 Now it does not mean That well in this case We don't do any Normal job In this world No that's not what it means 这并不意味着说 从此以后 我们就不用工作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We need to Put ourselves All the keys In our room To God And let him Control it I can give you an example But I don't think I have the time for that 我想举一个例子 但是我想也许 我的时间不够用 Number six 第六点 Then two We want to be acceptable Our consecration Acceptable to God 我们也想 希望我们的奉献 是被神悦纳的 And the first and foremost Way by which This can occur for us Is to present 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所以要实现这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 把我们的身体线上 成为活祭 If we have truly done this We shall know We are acceptable to God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被神悦纳的 But if we fail to do this Even though we may Try to serve him In some way Neither we nor our service Will be acceptable to him 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 即便我们可能 尝试着以某种方式 来服侍神 但是不论是我们 还是我们的服侍 都不会被神接纳 Number seven The seven Finally Consecration in truth Is our spiritual worship 事实上 奉献是我们属灵的敬拜 It is here Where genuine worship begins 这是真正敬拜 开始的地方 Not only that It is also our intelligent service 不仅仅是如此 这也是我们真正有智慧的服饰 Out of consecration We are able to serve God Intelligently And according to his will 出于奉献 我们才能够有智慧的 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他 So in summary Consecration is the major Critical element In the believer's life 所以总而言之 奉献是信徒属灵生活中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Please remember It is to be an ongoing Everyday experience 请记住 这是一种持续的日常的经验 In fact you cannot say You will ever graduate From consecration 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说 我们已经从奉献这门功课当中毕业了 That we have arrived at a point Where we can claim That it is behind us Because we are more spiritual now 我们也不可能宣告说 我们现在属灵上更成熟了 所以奉献这个事情可以放在身后了 Never That cannot be the case 这个事情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If we remain faithful We shall actually experience Consecration in a deeper And deeper degree 如果我们对神保持忠心的话 我们在奉献上的经历 会越来越深 Now if Christians have truly consecrated Themself to God What kind of life Should they be living Or what types of service Should they be engaging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Lord 所以如果基督徒把自己奉献给神 那么在主来之前 我们应当怎样生活 应当怎样侍奉呢 In giving answer to this Based on the word of God We can roughly divide consecration Into three stages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神的话 我们可以把奉献大致地分为三个阶段 The initial stage of consecration What is that? 奉献的初期阶段是什么呢? Trying to serve God With our best effort 是试着以我们最大的努力来侍奉神 First there is this initial stage of consecration 首先是奉献的初期阶段 Assuming that after we are saved We are moved by the Spirit of God And have been touched by the Father's love We realize that we cannot live for ourself any longer 在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被神的灵所感动 被基督的爱所感动 我们就意识到 我们不能再过自己随心所欲的生活 We desire to live for God and serve Him 我们定义要能够为神而活 并且来侍奉祂 And because of this We gladly present our bodies to Him As a living sacrifice 正因为如此 我们定义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献给他 And this constitutes the beginning experience of consecration 这构成了奉献的开始 This initial stage of consecration Is especially marked by our trying to do things for God And to serve Him in the best way we can In the book of Acts We know that Paul went through this initial stage of consecration After he met the Lord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在使徒形状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弟兄 在大马瑟的路上遇见主以后 他经历了他侍奉的初期的阶段 Using his great intellect He argued forcefully With the unbelieving Jews That Jesus is the Messiah 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辩论 说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But if you read that book You will know That the end we saw was That not only they were not receptive of his message But they even plotted to kill him But if you read使徒行传 You will find The end of the结果 不仅那些犹太人 没有相信他 而且他们还密谋 要杀了保罗 I believe this initial stage of Paul's consecration continued until He was sent back to Tarsus Where he quieted himself And we study the word of God 我相信保罗弟兄 奉献的这个最初阶段 一直持续到 他被送回到大树以后 在那里 他终于静下心来 开始重新学习主的话语 And you can find that in Acts chapter 9 verse 30 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 第九章三十一节中找到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after he left immediately The next verse Chapter 9 verse 31 says Then the churches throughout All Judea Galilee And Samaria Hat peace And were edified 有趣的是 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中说 当保罗离开以后 立刻那时 犹太 加利利 Sarmaria 各处的教会 都得平安 被建立 And Walking in the fear of the Lord And in the comfort of the Holy Spirit They were multiplied 凡是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多了 In another words The church began to prosper after Paul left 换句话说 教会在保罗弟兄 离开以后 开始兴旺起来 Now the one great lesson Paul learned from his failure It's this Bow罗弟兄 从他的失败中 汲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就是 Listen to this Chin听 This is important This is important God Dean need Paul's Ability OrPaul's Initiative Or Internet Or Even Might 神 并不需要 保罗弟兄的能力 他的主动性 或者需要 他的智慧 和他的力量 By the same token This is what The Lord would deal with us 神也是用 同样的方式 来对待我们 每一个人 He only needed My availability 他只需要我们 是可以被拆遣的 He just needed me as a person 他只是需要我 按照我的本相 Many believers have never learned This essential lessons in our Christian life 许多的信徒 在他的基督徒 生涯中 并没有学习 这一门重要的功课 To this day They have never learned To the fact that We are to take Upon ourselves The yoke of Christ 直到今天 也许我们 还没有学习说 我们应当 与基督 同富恶 We think that This is how I want to serve God 我们常常想 这是我想要 服侍神的方式 We never learn The true meaning of letting Christ lead us 我们从来 没有学习 让主来 领导我们 真实的意义 Now the Bible Scholar tells us That Paul Stay in his hometown For about 7 to 10 years 圣经的学者 告诉我们 保罗在他的家乡 待了大概 7到10年 This is what Paul had to learn during his inizio stage of consecration 这是保罗 在学习 奉献的时候 初期的一个经历 Other than Paul What are the experiences of Christians who have entered into this abundant life 除了保夺 基督徒进入 这个更丰盛的 生命的经历 还有哪些呢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have read the book There's a book called They Found the Secret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多少人 读过这样一本书 叫做 他们得到了秘诀 It describes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s of some 20 things in the past such as Hudson Taylor Moody Andrew Murray is actually 他描述了 过去大概 20位属灵圣徒 他们的经历 这当中包括了 戴德森弟兄 穆迪弟兄 穆安德烈弟兄 等等 The detail of the experiences may differ greatly but we see a pattern emerge that revealed their secret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 在细节上 也许有巨大的不同 但是从中 我们发现了 一个模式 来揭示他们的秘密 The pattern seems to be self-centeredness self-effort increasing inner dissatisfaction and outer discouragement 这个模式 自乎是 从自我中心开始 自我努力 然后他们里面 内心的不满 和外在的沮丧 逐渐的增加 and then there is a temptation to give it all up 然后有一个诱惑 来诱惑他们说 干脆放弃算了 because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a better way in my Christian life 好像我的基督徒生活 没有一条更好的路 可以走 and then finding the spirit of God to be their strength their guide and their confidence in another words their life 然后他们发现 神的灵 可以称为他们的力量 他们的指引 他们的信心和陪伴 just like Paul's experience they have come into the victory of Christ out of their discouragement and defeat 就像保罗所经历的一样 他们经历 从灰心和失败中出来 进入基督的得胜 out of weakness and weariness they have been made strong in the Lord 他们从软弱和疲倦中出来 在主里面得到刚强 now the crisis of this deeper life is the key that unlocks the secret of transformation for these saints 这种更深的生命的危机 是解开这些圣徒经历的钥匙 it is actually the beginning of an exchanged life as Hudson Taylor put it 正如戴德森弟兄所说的 这是转换生命的开始 what is the exchanged life 这个转换的生命是什么 really it is not something it is the indwelling Christ made real and rewarding by the Holy Spirit in us 这不是别的东西 是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 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成为真实和奖赏 you remember the Lord Jesus said this in John 10 10 he said I have come that you may have life and you may have it more abundantly 我们记得吗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 主耶稣这样说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and you see we obtain the newness of life in Christ when we first believe him 你看 当我们最初相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从主耶稣那里 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then for Christians who earnestly desire to enter into this abundant life it is the surrender of the self-life in another words putting your life on the order of Christ 对于那些热切渴望 进入更丰盛的生命经历的基督徒来说 他们要放弃己的生命 也就是把己的生命 放在祭坛上面 从那个全能者那里 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 so for Hudson Taylor his experience is one of striving and struggling out of discouragement and defeat he finally came to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that is more abundant 对于戴德森弟兄来说 他经历了一种奋斗和挣扎 他经历了沮丧和挫败 最终他领悟到了 更丰盛的生命 过去这些圣徒丰富的生命经历 将我的心吸引到他的身上 在这个方面 我知道我实在需要圣灵的引导 我再次默想约翰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里面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今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开始意识到这是神有条件的应许 唯一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渴慕基督自己 而不是他的工作 我开始在心里面想 我自己属灵的情形 是否准备好了 也就是成熟了 能够获得这个应许 来获得约翰福音第七章当中 这个有条件的应许 我是不是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当中 对主耶稣基督有真正的渴慕 你看当我第一次已经得救 相信神的时候 圣灵就已经住在我里面了 但是问题是我自己的生命 我里面那个老亚当的生命 阻止了圣灵进到我里面 并且自由地活出来 我不知道当我这样描述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是否有一些同样的感受 这种力量把我拉向了另外的一个方向 把我拉向了己和世界的方向 这是一场大的征战 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是承受不了 这两种力量的拉扯 似乎他们要将我撕裂 我记得那对我来讲是最艰难和沮丧的时刻 我没有办法从他的活水源泉那里喝水 换句话说 我不能让圣灵自由地在我里面流动 经过无数的失败以后 主悄悄地问我 你是真的渴慕我吗 还是你希望以某种形式来抓住你今生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他持续地对付我的己生命 这是什么呢 这是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道空的工作 这同样也是主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工作 也包含约伯的生命 我们知道在中文周五晚上的团契 我们刚刚查完约伯书这卷书 我们已经对于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谈话 神和撒旦的谈话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幕后 神正通过在约伯的生命当中 做更深层次的导空的工作来实现他的目的 What is this emptying process 这个导空的过程是什么 It is to put to death our self-centeredness our self-will and pride etcetera 就是致死我们的自我中心 我们的任性 我们的骄傲等等 You hear what I'm saying 你听到了吗 Finally I gave myself up to God once again in a deeper consecration 最后我终于在更深的奉献中 把自己交给神 I began to learn to let the Lord to have his way in me rather than using my own strength and effort to serve him 我开始学着让神在我里面有路可走 而不是以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服侍他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t is not about how well I can serve him But God is working in and through me to accomplish his will 我开始意识到重要的不是我能够多好的服侍神 而是让神在我里面做工 并且通过我来做工来完成他的旨意 Then somehow as I turned to look at Jesus once again I found that he has been waiting for me to turn to him 然后不知道是为什么 当我在转脸看耶稣的时候 我发现他早已经等待在那里 等待着我回转归向他 Oh the joy that floods my soul Something happened And now I know He touched me And made me whole Oh 何等喜乐满意我心 其事领我 我今知道 他一摸 我得着更新 This is my encounter with Christ I found that he is no longer remote to me But is very near And alive in me On a daily basis 当我与基督相遇以后 我发现他对我来说不再是遥远的 而是每天都与我非常亲近的 是又真又活的 Why is there a change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Because my spirit Because my spirit has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 the contrary Consequation is to let God Work in and through us 相反的 奉献是应该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 而且能够通过我们做工 因此奉献最初的阶段 它以善意为标志 但是与此同时 它对奉献有很深的误解 We've got to go quick the second stage Crucify Consequation 我们要很快地讲第二个阶段 是定十字架的奉献 The second wrong concept We have about consecration is that we think we can serve God with our old self Our mind, strength and talent 我们对奉献第二个错误的观念 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老我的生命 来侍奉神 用老我的思想,力量和才能 We Christians are too often urged To use our strength and talent in serving God 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被鼓励 用我们自己的才干和力量 来服侍神 But let us pause and consider for a minute 但是让我们停在这里 并且仔细思想一下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God will accept the service of your old man? 你真的认为神会接纳 我们老我里面的服侍吗? Can our carnal self-life serve him and please him? 我们属血气的那个肉体 能够真的服侍他 并得他喜悦吗? We must realize that if self is not crucified God cannot and will not accept our service 我们必须意识到 如果我们老我的生命 没有被钉死的话 我们永远不能侍奉他 并得他喜悦 So the second stage of consecration is described as crucified consecration 所以奉献的第二个阶段 是定时自驾的奉献 这正是在宾路易师母身上发生的事 这正是在宾路易师母身上发生的事 A voice came to her which says These are all your works from the past years 有一个声音来对她说 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来 你所做的工作 Mrs. Penn-Lewis said that Well, you know I have consecrated myself to you These are all my consecrated work 宾路易师母就对她说 主啊 我也将自己奉献给你 这一切都是我奉献的工作 然后她听到一个声音 which declare Yes, they are all your works but it is by yourself effort 这个声音说 是的,这都是你的工作 但是这都是你自己的工作 It is you yourself 是你自己 You plan for them You work for them And you use your own talents and strength to serve me 你为之计划 为之努力 你用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来侍奉我 It is all about you 这全部都是你 Finally, she heard a voice saying Crocify 最终她听到一个声音 对她说 定十字架 That transformed her life entirely 这完全地转变了她的生命 Many of us know Her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ever and always the cross of Calvary 我们当中许多人知道 她对于基督教当中 有一个特别的信息 就是永远的 各个她的十字架 How we need the cross of Christ to do a deeper work in our Christian life 我们是多么的需要 让基督的十字架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更深的经历 The third stage is to live a consecrated life itself 第三个阶段 是过奉献生活的本身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fter our consecration to God There will be no crisis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以后 生命里面就再也没有危机了 On the contrary There will be further crisis and further breaking 相反的 我们会有经历 进一步的更深的危机 和破碎 Nevertheless We no longer retain the assurance in and reliance upon ourself 但是我们不再 对自己抱有 依赖或者保留 It is now all in and of Christ 现在一切都在基督里面 Only he can preserve us 只有他能够保守我们 Essentially we now are over the harm if you like and are able to live a restful life that is truly consecrated to God 在本质上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渡过了难关 现在能够真正过上 在基督里面 安静地奉献给神的 安息的生活 What is the secret of Paul's consecrated life? 保罗奉献生活的秘密 是什么? After Barnabas took Paul out from his secluded life in Tarsus and brought him to Antioch 巴拿巴将保罗 从他在大树的 隐居的生活当中带出来 把他带到安提阿之后 He began to learn serving God only this time not by his own strength but he learned to follow the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保罗再次开始 学习侍奉神 只是这一次 他不再依靠自己的 才干和力量 而是开始学习 跟随神的引导 again if you have the time you can go to Acts 16 and so on and so forth you will see how Paul learned to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读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以及接下来的故事 这就揭示了 他如何顺服圣灵的引导 in one of the writings of Paul which reveals to us how the secret of how he lived this consecrated life 在保罗的一封书信当中 揭示了 他是如何过 这个奉献生活的秘诀 and this is the letter he wrote to the Philippians 这是他写给 Philippians的信 in chapter one he declares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在第一章中 他宣告说 因为我活着 就是基督 he declared that it is no longer I who live but it is not I Paul can live such a life 这个宣告的意思是 现在不再是我活着 不是保罗 我这个人 能过这样的生活 it is Christ who lives in me 而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chapter two he reveals that he learns from his master to have a meek and lowly mind of Christ 在第二章中 他揭示了 他向他的主 学习了基督的温柔 和谦卑 in other writings of his he consider himself to be the chief of sinners and the least of the apostle 在他其他的书信当中 他承认自己 是罪人中的罪魁 是使徒中 最小的一位 and then in chapter three Paul describes how in his life pursuit as a question he consider all things as loss for the surpassing value of gaining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然后在第三章中 保罗描述了 在他基督徒的生活的追求中 他将万事 当作有损的 因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 and then in chapter four he tells us of him having fung in christ all his sufficiency 然后在第四章中 他说在基督里面 他找到自己一切的满足 i can do all things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i gotta close brothers and sister this consecrated life is the will of god not only for paul but for every one of us here 弟兄姊妹们 这种奉献的生活 是神的旨意 不仅仅是神对保罗的旨意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 we may not be chosen to be the great apostle like paul even so we are chosen to live for christ by christ and as christ 我们可能不会像保罗弟兄那样 被拣选成为伟大的使徒 但是我们被拣选 为基督而活 借着基督而活 像基督那样活 and this is the sum and substance of what the christian life is 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实质和综合 in closing we know the bible never teaches us to seek and experience 最后我们要说 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 要寻求这些经历 and don't get me wrong I am not advocating that our goal to pursue christ is to seek such experience 请不要误解我 我不是主张说 我们追求基督的目的 是为了要寻求这样的经历 but paul in romans chapter 12 verse 1 is beseeching us urging us that by the mercies of god to over up our life on the altar as a living sacrifice 但是保罗弟兄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中 是在恳求我们 藉着神的慈悲劝我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现在祭坛 so that we can attain to the kind of christian living that is acceptable and pleasing to god 这样我们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是为神所接纳 为神所喜悦的 and this is what all of us should do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 may the lord have mercy upon all of us 愿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 we'll ask our brother james to come and say a closing prayer for us please 我们请james弟兄上来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let's bow our head for another word of prayer 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祷告 we thank you that today you have freed us 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实在遇见了我们 Lord we pray that today you will not just let us go free 主 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 不要自己任意妄为 we pray that you will constrain us in your love 我们求你用你的爱约束我们 we pray that you will do that empty work in our lives today lord 主 我们今天真的是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倒空的工作 that truly when that day when you return 当你再来的时候 that there will be none of us but all of you lord 愿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 而是全都是你 that our lives theme will not just be us but it will be you alone lord 主 我们真的是我们所经历的 没有我们的自己 而是全部都是你 so lord we pray that you do this work in our lives today 主 我们真的是求你今天 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成这样的工作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church ready for you 求你让你的教会预备好迎接你 we thank you in jesus most precious name we pray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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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